这位同学问的是在舍佛后做了措施 过后已经改过 但是不好的念头常常现前 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而且是许许多同修常常犯的问题 不是你一个人 自古至今这问题都存在 换一句话说 我们学佛 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为什么境界转过来 脑病就处在这个地方 自己晓不晓得自己做错事情 知道不知道改呢 也知道 改的不彻底 佛在十三夜道经里面讲的 夹杂不善 我们就是夹杂不善太多了 怎样能做到不夹杂呢 映光大师那个方法很好 常常常想到死 我就要死了 我明天就死了 人自然就放下了 他那个方法很好 他对念佛堂 那个佛像后面就写一个四字 是不是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生在世 一场空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 人常常想到这个 万念聚会 才回得了头 我们今天 合在这个世界 合一天 决定不是为自己 自己呢 随时随地 都可以死 对自己 对这个世界 一切人是无 决定没有留念 不要说是贪念 留念这个念头 都没有 合在世界 为众生 为佛法 为众生 为佛法 怎么可以做法呢 要做出个样子 给人看 人家不能放下 我完全放下 这就是为众生 为佛法 别人反顾 不能够痛改 我也反顾 犯了之后 真正能改 这就是做样子 给人看 表演给人看 一切为众生 一切为正法救助 死 死 不怕 死了以后 换更殊胜的境界 这是聪明人 这是有智慧的人 死了以后 堕落这三途 越转越苦 那个扩脸 那个愚痴 所以 诸位真正想改过 就要常常念死 佛在大小成经里面 常常教给我们六念 六念里头 前面是念三宝 后面是念天 念戒 念无常 过去 修行人 很多人呢 都将无常经 作为遭完阔的扩存本 现在念这个经的人 比较少 我没有看见 古人的时候 常常念无常经 这个经文不长 必须用方法 来对治 克服自己的烦恼 吸气 我们这一生才有救 确实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生 无佛法 太不容易了 有这个机会 绝对